一场女子比赛 昆仑爵 56公斤级 战力格斗 自由搏击女子超级战 有请兰方代表江音华舞搏击 李建英 有请兰方 来自天心的壮哥波机 欢迎音乐 一首歌 宽伦爵 56公斤级女子超级战 蓝芳选手李建英 今年21岁身高156公分 来自江英华武搏击 她的对手应悦 今年22岁身高165公分 来自武汉壮阁搏击 本场比赛蓝芳选手 今年21岁身高1米56 职业战绩11战拿下7胜 去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 51公斤级的亚军得中 欢迎蓝芳代表江英华武搏击 李建英 红红的选手同样来自田馨的婚下 今年22岁身高1米65 今天是她职业格斗的首战 各位朋友我们来支持一下 同方音乐 重庆场上裁判 吴新光 蓝芳 同方 听我的口令 不可以偷撞 不可以主机 不可以摟抱 不可以摔跤 明白 冲拳 不退 不退 这是一场昆仑女子56公斤级的超级战 蓝方选手李建英 红方选手应乐 比赛开始 这是今天的首场女子战 对 随着我们整个的训练体系 这些年不断地完善 很多女孩子的这种技战术水平 越来越男子化 男性化 对 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 首先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也是和男子一起训练的 而且接触的 也都是比较现代化的 这个训练体系 对 不错 李建英这个拳 输出动作很漂亮 对 还要找有效 对 找出有效 刚才一个袭击很危险的 对 红方选手应乐呢 还是要多出动作 在身高上有优势 对 他俩相差 年龄相差一岁 一个21岁 一个22岁 而且音乐呢 是今天是他的首战 第一场也就是 高扫 很重啊 你看他挺稳的 是吧 对 一直在找这个机会 这个突然间的高扫 杀伤力很重 一直在低扫 对 你看他的低扫 也很有重量感啊 是 已经踢了几次了 我觉得对手已经有反应了 哇 又一个袭击 看来啊 这个 李建英 蓝方选手李建英这个拳 对音乐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 他才能打得这么稳定 对 因为音乐呢 你看他全有拳法的这个距离 到这个位置 然后腿法到一定的距离 他就知道该出腿了 是吧 还有袭击同样也是 他在哪个位置 他就知道该出什么动作 蓝方选手李建英这个拳法输出 动作很漂亮 但是没有杀伤力太弱了 对 你可以完全把这个 拳腿组合动作给打出来 然后把这个重击也凸显出来 是 偶尔也有轻的 轻的这个拳啊 攻击 但也有重的 这个凸显出来 如果一个动作都是 始终是一个节奏的话 可能因为对别人 对适应这个节奏 推开 继续 可以看着映月这个腿很重啊 很重啊 已经造成了伤害了 对 这连续的低嫂 李建英 你看 高嫂 你看 她挺冷静的 很冷静 明显感觉她知道变化 对 她打前是在动脑一样的 对 哎呦 这么下去 来看 来看 走 走 前支撑腿啊 左腿啊 很难支撑三角啊 对 因为那已经造成了有一定的伤害了 又是低嫂 又一个 对 而且 而且音乐这个低嫂 底级高嫂一直在循环 一直在循环 拜拜 好 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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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 住住女场 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 李天英第二局要注意防对手 这个还是腿法为主啊 要防对手这个腿法 第一扫 我觉得音乐可以用这场比赛 可以多变换一下自己的记战术 对 而且你在手战的时候 一定要打住自己的特点 让观众们瞬间能记住 打住自己的特点 对 李天英还是要把自己拳法 这个力量分布啊 还是要重新再规划一下 就是拳你打得很漂亮 但是呢力量都很不足 你看 高早 他动作确实就像之前说的 要打得很漂亮 但是造成的这个伤害是 相对来说小了一些 尤其他打组合 你看他肌腹肌头这样的组合 动作输出 组合能力是没问题 但是杀伤力太弱 对 像平时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增加一些这个重击 是 小心 顶锡 应悦可以再主动一点我觉得 可以再主动一点是吧 把这个拳啊 包括或者腿法这个动作上边 把力量给渗透进去 我觉得就是应悦再主动一点 他的战果就很容易扩大 对 坏坏正心 又是低嫂 你看第二局开始 这个蓝风向李建英啊 一直在躲避对手的这个低嫂 对 因为他已经在第一种腿格 都是已经感受到了 对 低嫂的这个动作 有将近二十腿全部都命中了 命中的 应悦可以再主动一点 这是应悦的首战啊 他在找这个机会 对 其实他要更主动一点 以他的这个腿法跟力量 其实是完全可以扩大战果 对 他现在你看他一直采用的是 对手出动作同时 或者出完动作以后 他抓这个反击 或者是进入到一定的距离 这个上面以后 再出动作 他没有是更刻意一点 刻意地创造这个机会 你看李建英这个拳 它是很清晰的 但是确实是 给对手没有造成太大的压力 对 你看把这个动作 把这个重击打出来 再招 有几个动作 因为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因为前面可能动作有须有识 10秒 很好的一个整腾腿控制距离 对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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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单据效果而言 音乐的这个击打效果 还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 对 因为他的动作你看不黏 很干净 第三回合了 就是可以完全 都有鼎息 多注意一些动作 是 音乐上全的动作还很少 确实是可以看出来 音乐这个比赛经验不是很多 对 你看他的赛号上面 这个连续连击的时候 他是动作相对 对 再一个就是他的虚晃 跟节奏变化 几乎都没有 对 其实完全可以 你看打完这一次以后 再跟 再跟两拳或者一拳 对 还有可能都会起到 很大的一个效果的 绝对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时候跟个后手拳 如果这一瞬间 跟个后手拳的话 绝对是能打得中 应该是能打得中的 很好 顾低 要这么打下去 还这个比赛真不好说 对 因为李建英确实是 也在积极地应对 出动作 是 也很主动 这时候你看 跟上动作 李建英我们的篮放 你看他的持续输出 还是比较多的 对 这就是看和首战 和参加过一些比赛的时候 这个运动员 他的这个经验 就完全不一样 这台经验 这台经验绝对是不一样的 你拿一锅 我先走 OK 首先要了解这个 比赛的规则 开始 然后还要在 在场上的临时 自己的技战术的改变 对 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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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比赛还有20秒 这时候可以多出一些动作了 多出一出 不要等 对 你看到第三局 音乐动作很少了 几乎没怎么出动作 对 你看第三局 就是我们的那个李建宁 10秒 他在出前的这个频率很高的 好 比赛结束 好 比赛结束 我给你带来的一出 我爱你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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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比赛 比赛结果 1号裁判 29比28 2号裁判 30比28 3号裁判 30比27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来 有请颁奖嘉宾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红树林创始人张宝泉先生 空冷决创始人江华先生 你转身 你转身 我下一次 不少 离开 别 mat 我帮你 你还没得到